我是熊美娟 是完整人生方案的实践者 我来自沙劳岳西部 两年多的今天 我如愿达成了Q3 CSD的目标 而这目标的达成 也就是我传承企业使命的开始 谢谢美丽的 成了完成使命最清楚的部分 我相信我人生的下半场 一定可以在美丽的大方完才 启动美丽的必见的力量 让我们遇见幸福 遇见爱 我原本在一个华团总会的执行秘书 担任了30多年 这个组织是扮演着 民间跟政府之间的桥梁 它同时也协助解决社会问题 所以我很忍耐我这份工作 我为了这份工作 我常常牺牲的跟我家人 跟我孩子相处的机会 但是因为我觉得 我可以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因为社会太多的弱势的族群 很多贫困 很多的健康问题 很多不幸家庭的问题 常常存在着社会 但是肆以愿为 我花了30多年 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 能够找到一个完整的方案 给这些社会的弱势族群 所以我心中非常多的遗憾 我要感恩我生命中的贵恩 就是亲爱的豆豆 这种让我看见了 两位创办人的企业使命 看见了美丽人是一个 动行社会使命的良善企业 我被两位创办的精神所感动 特别是我们走才的 真上美的文化 深深的感动了我 而更重要的 我发现 原来我可以在这里 找到可以弥补我心中 多年遗憾的平台 原来就在美丽人 美丽人是走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社会企业 是通过企业的方式 来改良社会的问题 我们两位创办人 就是秉持着这样一个精神理念 让社会不同阶层的人 通过推别的平台 找到资讯 找到尊严 找到他们的人生方向 与价值 让社会他们能够在这里平台上 找到平衡完整人生的同时 还能够蜕变更多人的生命 如此良善的一个蜕变循环 务必能够能够改善社会的不公平不完善的失衡现象 让社会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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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句话说 人生走不出去 眼前就是世界 走得出去 世界就在眼前了 美丽的 就是社会神秘付给我极大的热情 让我监进这份信念 带领我团队 跟随公司的脚步 为社会神秘发展广告而鼓励